為什麼我們會建議你買跳氧 而不是直接去看網路上的免費文章 這其實第一個重點就是 跳氧它是一個有可信度的東西 這些免費的文章它為什麼免費 它基於一些成本的問題 可能它也沒有辦法提供你任何的保證 確保這個方法是一定是有效的 就像是你可能不會隨便為小朋友路上拿的東西 那你也應該不會直接有想要用這些沒有擔保的建議 然後針對孩子的狀況去做處理 第二個就會是跳氧它的釋切性 舉個例子好了啦 就是像如果你今天是感冒 可能有非常多原因感冒 看醫生之後發現你得了A型流感 那你當然也不會用中耳炎的方式去處理它 你可能就是直接用A型流感的醫療方式 直接去把這一個流感給解決掉 通理可推其實就像一個小朋友 他有一些狀況譬如說他又生氣了 可是他今天生氣和昨天生氣可能是不一樣的生氣 他的成因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會針對他今天的生氣 只是跟他說你要吃糖果 所以那我們討論一下怎麼吃糖果 可是他明天可能就是又不是因為吃糖果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針對孩子的部分 跳氧可以提供的就是 他針對你對孩子的觀察 你對孩子的天打 提供你最核心的家長建議 讓你直接去解決孩子現在所有問題 他最核心關鍵點是在那邊 第三個就是跳氧的可執行度是非常好的 你可能看了一些網路的家長文章 或是你看書 然後你有看到關於譬如說你今天的問題是 孩子挑食怎麼辦 然後挑食的三步驟解決 或是孩子害羞了 你有五個方法可以去引導孩子不害羞 那在執行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發現到好像執行第一點有用 執行第二點有用 執行到後來好像因為孩子的一些變化 有發生了一些可能書上或是文章裡面沒有寫的狀況 所以就變得好像沒有這麼好執行了 那跳氧呢它的好處就會是 因為你已經針對了孩子現在的狀況去勾選 他直接分析出現在孩子最核心的問題點在那邊 你只要針對他提供給你的教養建議去做執行 而且這個執行的教養建議 它會提供你在遇到孩子的一些狀況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可能可以怎麼樣應對 它都會提供你一些方法 讓你在執行的過程中可以更有效 而且是你會感覺到更有效率的 去解決你現在跟孩子之間的教養問題 第四點呢就會是你在帶孩子學習的過程中 如果你想要去了解到孩子現在這個狀況 你想要學怎麼處理 可是你在學的過程中 你怎麼學可能都還是趕不上孩子的成長速度 如果你想要透過學習成為在教養兒童上面的專家 你可能會需要透過一些訓練 這些都不是一兩天或是幾個小時 你就可以處理完的 你就可以學會的事情 那跳氧呢它就是直接提供你所有的專業建議 和所有的專業知識 透過APP的協助 你可以更有效的去執行和了解你的孩子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的問題點出在哪邊 那我可以怎麼樣去幫助他 我可以怎麼樣去協助他 這些都會是跳氧APP可以直接就提供給你的 直接使用跳氧 你就可以發現和找到孩子的問題點在哪邊 提升你孩子的能力 讓你的跳氧更有成效 讓你也更知道怎麼陪伴你的孩子成長 抖氧 感谢观看